拜登总统信三前往宾州费城会见工会领袖 并且针对美国的经济发表讲话 阿斯尤斯新闻在星期二的时候报道说 在上个星期与土人新办公室当中 拜登总统与他的内阁成员进行会议时 表示倾向移除某些在特朗普时期的中国关税 那么在飞往费城的空军号上 白宫发言人尚皮耶针对相关报道做出回应 而不断发我们的货币或是内容和保护的货币 而不断发展广内的货币 我说多次我们的设计这些发展 我们务力要与这些货币的货币 我们的货币的货币 我们的货币的货币 美国人的货币 制作用职业的货币 我们的货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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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有什么要分享 拜登总统在针对工会的演说当中表示 他的政府正在极力对抗通货膨胀 那么也在对抗由于普京入侵乌克兰所带来的油价上涨 包括大力的推动可再生能源 让美国未来就不需要再依赖恶霸强权来进口能源 此外还也强调 美国并不是由华尔街所建造的 美国是由广大的美国劳工支撑 而工会创造了中产阶级 还却誓言保障美国普罗大众的福祉 包括保护社会安全金还有健康保险等等 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阿易 白宫报道 美国的福祉